我谈的一些问题 很多时候没有任何依据 完全是我自己瞎想 凭空想象 坐在家里 闲得没事干 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 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人 所以你不必为我担心 我分享的观点 没有什么政治正确 也不需要为谁站队 你也不要把我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 我认为这是多余的 那你有些观众心里不太舒服 他总认为我应该对你提出质疑 是欢迎大家提出质疑 我认为只有讨论 有价值的讨论 才能让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每个人都有短板 我不懂外语 我也不会生孩子 我的缺陷有很多 那么我今天看到一个留言 我专门做这个视频来回答他呢 这是他问的 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经常说 我经常会停下来 停顿一下 回想一下自己的思考 分享给大家的这些观点 是不是有错漏的地方 我一个人胡说乱想没有关系 误导了别人 我会感觉到良心不安的 但是他的提问比较直接 他说你又当军事家 又当政治家 又当金融家 我想知道你的专业是什么 一批智库还不如你一个人的想法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尖锐 应该回答 值得回答 第一 我既不是军事家 也不是政治家 更不是金融家 我的专业是社会大学刘逼系 你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我的正式的文凭是 初中毕业 高二的时候我就被劝退了 我没有参加高考 我参加的是成人高考 然后我拿到的是大专的 这个结业证书 完了我要专生本的时候 学潮发生了 所以我的户口本上登记的学历是大专 但我正经的毕业证只有初中 你不能就此误读啊 说我比习胖多读了两年 这个不行 我没有这样说 我只能说我正规的学历真的不高 我这个人呢 从小有一个习惯 就比较懒 你看我现在能长这么胖 你就应该知道 比较懒 比较懒以后呢 我不太愿意运动 因为我青年时代呢 其实我也喜欢调皮 因为我从小练武术嘛 那么强身健体 也比较会打架 我身上有36刀吧 就是刀砍 36刀 那么打军架呢 我也是在我那个时代是从在第一个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 被人当枪使 是吧 我也愿意被人当枪使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参加了这个无线电星际小组 我是无线电星际小组的组长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是低年级 就是高一的历史辅导员 然后我还当过语文课代表 那么当过这个长跑队的队员 是我们古楼区长跑队的 那么我的业余爱后呢 是游泳和徒手攀岩 所以我年轻时候应该来说是非常好动 直到我一脚把我的一个同学的下巴踹碎了 然后做了两次手术 当时还没有整容外科 整形外科 没有 那时候只有康复科 花了不少钱 然后挨了不少打 是吧 之前说把我弟弟头上打了七个洞 这个我都没有宣传过 因为我打他的同时 我父亲也把我打得够呛 是吧 每次把他头上要打一个洞 那么完了以后 我头上肯定是满头包 虽然我头上没被人打通过 但是打得满头包 对我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事 那么年轻时候太过于调皮了以后呢 再长大一点 就会走向他的极端 就像经常锻炼的人 你看起来精干 哪怕瘦小 但是他一停止运动 马上浑身泡泡肉 是吧 我也是这样 那么最后一次打架之后 被被劝退了 我就非常厌恶 曾经的过往 怎么办呢 老老实实看书呗 对吧 躺床上看 坐在图书馆看 这个 应该来说 跟图书馆拼了好几年 到今天为止 我每天阅读的时间 差不多十个小时 如果没有印策的话 我可以在 这个图书馆 博物馆 从单位的图书馆 混到南京图书馆 然后混到第二博物馆 就是放置 民国档案 就在南京 中山门 那么我在这些地方 待的时间 加在一起 可能有十几年 我是一个能尽心的人 虽然我看的书比较杂 但是我认为很享受 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 一方面来源于 我曾经的阅读 一方面为了考察 二战 中日会战的 战场 我跑了二十一个省 可以说 有许多旅游 是带着目的 甚至我到赤丰 我去见我的 奶流牧场 下了车 没有开展工作之前 我先去的是 飞机棚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日本人在 内蒙大草原上 建立的这些 飞行基地 前出的空军基地 安置飞机的大棚 现在还存在 保存蛮好 那么读完卷书 行万里路 是吧 我认为这是 一个中国人 最正常的一个选择 因为大家基本上 都是这样过来的 有很多人 把它当作口号 没有做到 我基本上做到了 直到今天 没有特别让我 愿意去读的书的时候 我甚至愿意 读一些穿越的小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实太苦闷 太沉闷了 我想试着 有那么一点点代入感 看看别人 如果说换一个人生 会活成什么样 会做什么样的事 最起码能让自己 有一个寄托 哪怕仅仅是 沉迷在中间 两三个小时 忘掉人世间的烦恼 其实我能做的很少 我每天用于说话的时间 差不多加在一起 一个小时 是吧 我一天做视频 有的时候 能做三四个 五六个 最多也就七八个 也就一个多小时 对吧 不超过两个小时 更多的时间 我是用来看书的 现在是疫情 疫情结束了以后 我还会开着车 自驾游多跑一些 周 多跑一些 我原先看过的历史 看一看 有没有历史的痕迹 能不能让自己找到 与历史对话的 这种机会 哪怕仅仅是一种冥想 一种假想 当我站在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 重大事件的地区 站在它标志性的建筑前 我也会有一种代入感 我会试着想一想 当年的这些事 是怎么发生的 就如同读书 最高的境界 是与古人对话 是要搞清楚 他为什么要写这段话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写它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 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就是一种爱好 我把自己的爱好 带入到我 做视频的这种过程中 我经常在分享的一些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不仅是虚无缥缈的 而且极有可能在中国社会中 不会出现 我非常希望 我说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 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 我猜中了一些 尽管我很不愿意看到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提问 即便你原本是最没骂我的 再见